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晚年干五省 姬身能和东北王张作林教板的东南王 年仅四十岁 但是 虽让民国十六年龙潭一役 破釜沉舟的孙传芳 结局不过是东南一战无余敌 其后 更是成就了师剑翘的侠女之名 不过孙传芳被赐身亡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修 死得如此不忙 他的后人却无人寻仇 金门作为北洋军阀的萌芽之地 北洋御宫也多聚集于此 而孙传芳的后人 也多有住在天津的 据何德谦曾介绍 孙传芳共有四子三女 而且成就和权柄可谓显赫 孙传芳的长子孙家镇 是齐鲁大学的高材生 齐齐更是在天津有八大家之称的镇德皇之女 四子孙家军 北大毕业 旅居澳洲 娶了著名利 使学家陈元的侄女陈雪晶为妻子 三子孙家玉 夫人是有猎女之名的南皮章世家的女儿 至于四子孙家秦 也是海内外颇具声名的规划艺术家 孙传芳这位虎妇无权子 女儿同样也争气 长女孙家敏 国家是直系军阀元老 长江三都之一陈光远 四女孙家俊 同样嫁入军阀豪门 夫君是奉系军阀元老吴俊生之职吴铁山 三女儿孙家慧 在国外读书定居 也就是说 孙传芳之后人 无论是财情还是实力 都具备报仇的条件 其实 复仇就像军阀迷恋武力战争一样 也讲究师出有名法武道 然而孙传芳之死 则可以看作是自己坏了规矩在先 一意孤行之下的就由自取 北洋军阀一直有不斩将将的规矩 施建教之后作为败军之将 却被孙传芳下令枪杀 此举也为其被刺埋下祸根 所以 当孙之后人意欲渊渊相报之时 再道义上显得不够体面 此外 说到孙 传芳的后人之间 就要讲到他的妻妾呢 孙传芳最喜欢的人 当属何杰仙 在何杰仙做丫鬟的时候 孙传芳是一见钟情 两人结婚以后 孙传芳对何杰仙也可谓是十分专情 可惜何杰仙做丫鬟时 因为工作劳苦 患有劳病 在与孙传芳结婚后一年就病逝 但是 除了何杰仙 孙传芳还有两个夫人 一个是张夫人 还有一个是周佩馨 孙传芳死后本是想要与何杰仙合葬 但是家人就开始阻牢 以至于最终安葬时 左边墓穴是周佩馨 右边葬着张夫人 所以 孙传芳的后人中 难以出现一位统筹全局的人 来张罗或者专注于复仇之事 当然 也不免出有孙似后人之放下 这种舍得不是一种不尽亲情的忘却 相反其实是一种冷静的反思 沉默不代表无情 不过是一种无声的祭奠 就像孙传芳的母亲张连芳 生前一直把自己的极怪强调成山东立成县 从而向外人掩饰孙父的落 破 以及家世的萧条 而孙母在历城去世后 孙传芳却把母亲遗骨 先藏于老家驻阳镇下乔庄村的孙嘉林 这种落叶归根态度 算是一种自省与正事 参考资料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蔡根坛 探访孙传芳故里 泰安孙世家谱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